非洲菊的花语含义丰富 可以象征着伟大的父爱 也能够代表充足毅力 尽种护爱 神秘莫测的律义 现在人们会将非洲菊 作为父亲节的代表花卉 在每年父亲节到来的时候 送给父亲 除此以外 也可以送给恋人 挚友等等 在父亲节的时候 会使用非洲菊 作为赠礼花卉 送给父亲表达敬意 近些年 非洲菊已经成为了 父亲节的代表花卉 父亲和母亲一样伟大 父亲的爱 更多是在行动上的 无声的在背后支持你 也更是伟大的父亲 非洲菊的花语中 有着毅力坚定 不畏险阻的含义 非洲菊在生长过程中 能够耐受 短时零摄氏度 冰点低温 也能够在中性 或者危险性的土壤里 生活 象征的就是 克服困难 努力生成的寓意 在夫妻 恋人 或者朋友间 相互赠送 非洲菊 则是象征着 互敬互爱 彼此相爱 互相建筑的含义 任何人是平等的 以礼相待 平等相处 才能够携手 走得更远 情感天平 不平衡的感情 是无法长久 持续下去的 非洲菊 还有着神秘莫测的寓意 传说在非洲 有一个叫做 德兰士瓦的城市 但却突然 像是不见 人们再去寻找 却怎么也找不到 这种神秘感 一直存在于 非洲菊的花朵中 久而久之 就形成了 这个话语的含义